如果提到香港电影中令人难以忘怀的日本配角 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苍天宝钊 就是女中豪杰大道尤加利 但还有一个人同样也红遍中国 而且很多观众都不知道他竟然是日本人 这个人就是日本大腕级演员千叶真一 他在风云里饰演的宁愿我负天下人 不愿天下人负我的天下会帮主熊霸一绝 眼睛一人打到巅峰至今无人敢翻拍 可以说是陪伴了无数小伙伴的童年时光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私底下的他还是个急针空手道大师 如今八十余岁的他过得又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 日本演员千叶真一 千叶真一原名钱田真碎 1939年出生于日本福岗的一个军人家庭 二战结束后日本军队被解散 身为旧陆军飞行队的军官父亲 也因此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 家里逐渐变得十分贫寒 在上中学时千叶真一爱上了体育运动 还接受了排球棒球田径等体育项目的专业训练 成为了学校中数一数二的体育尖子 也蒙生了从事体育工作的想法 1952年日本体操队凭借着优异的成绩 拿到了奥运会的奖牌 13岁的小千叶真一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他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参加奥运会 为国家争金夺赢 进入中学体操队后便更加刻苦训练 不但获得了日本体操全国冠军 还考入了日本体育大学 为了能够凑足昂贵的学费 千叶真一在课余时间去做挖掘土方的短工 这份工作不仅环境不好 而且工作强度大 但还是毅然坚持了下来 好不容易解决了生计的问题 可上天好像就是不愿意放过这个努力的小伙子 又给他开了次玩笑 在大二的一次跳马训练中 千叶真一因落地失败 导致腰部受伤 再加上长期的短工劳动 他的身体极度恶化 医生要求他至少一年停止任何训练 千叶真一承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 只能放弃了体育梦想 但赛翁失马言之非福 当时东瓶公司正在举办第六届新人选秀 千叶真一没有多想就报名了 而这个决定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因为曾经有日本体育大学的特殊经理 千叶真一在两万六千人中脱颖而出 顺利进入东瓶公司 从此便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涯 成为演员后 东瓶公司才意识到 这是挖到了个宝藏男孩啊 原来千叶真一在训练之余 还是武术爱好者 急针空手道四段 少林拳法三段 这也让他在拍戏时更多了些机会 但他认为身为一名专业的演员 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又请家练习骑马 滑雪等技术 并拿到了特级演员的执照 公司也是十分给力 不断让千叶真一揭演影视作品 但一直维持在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直到1978年 千叶真一与日本名导深作新二合作 拍摄了古装武打片 柳生家族的阴谋 虽然他有极强的武术耕底 但为了将角色发挥得更好 还专门进行了木刀特训 一天训练量达到八小时 在拍摄危险场景时 甚至不用替身 从二十米的悬崖跳下 电影上一后不但在日本获得了巨大成功 就连东南亚各地也都纷纷引迹 更将千叶真一的知名度推向高潮 可这部电影后 除了82年主演的爱心喜剧片 莆田进行曲获得了八个想象 却再没有其他更为出名的代表作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 却让千叶真一在国内大放异彩 1998年香港导演刘伟强正在筹拍 有漫画改编的奇幻武侠电影 风云雄霸天下 其他的演员都找好了 唯独雄霸一决让刘伟强伤痛了脑筋 但实在是想不出 谁来演这个霸气邪恶的帮主最为合适 却无意中见到在香港客串的千叶真一 千叶真一的形象 就像是从漫画中抠出来的一样 匹配度极其之高 霸主本霸无疑了 真让刘伟强欣喜若狂 挑了个良辰吉日 心思飞去日本邀请千叶真一出演 电影一上映就收获了无数好评 千叶真一也第一次得到内地观众的认可 并且一举获得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提名 也成为了第一位入围金像奖的外国演员 这个奖项对将近花甲的千叶真一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风云的剧情过于经典 后来又被徐静良导演扩展为电视剧 因为演技和形象过于符合原著 千叶真一再一次饰演熊霸 而电视剧版的人物性格更加丰满 熊霸的雄才大略 胆是过人 与聂峰不经云的斗争 让很多观众看得如知如迷 千叶真一也用自己精湛的演技 完美饰演了这个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一方霸主 正可谓是流水的风云 铁打的熊霸 其中的一些飞腐之言 还成为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台词 电视剧的热播再一次加深了千叶真一 在中国观众心中的印象 也完全打开了中国市场 在《蛊惑在圣者为王》中 饰演的山口祖头目 草印英雄 也是深受关注喜爱 可以是一开口 就能镇住全场的黑老大 也可以是偷笑山鸡的可爱老丈人 打击完成的千叶真一 随后又将目光转向了美国 在《杀死比尔》和《速度与畸形》中 都有她的身影 尤其是动作片《杀死比尔》 千叶真一虽然没有展示出自己的功夫 只饰演了个早已隐匿江湖的 日本助刀师福布伴藏 但是那身形眼神 就像当年英雄本色中的周润发 充满杀气 还获得第三十届图形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此外千叶真一还担任了 影片女主吴马瑟曼 和刘玉玲的日本剑术指导 最后学弟中的那场日式剑术对打 就有千叶真一的设计和帮助 但再强壮的英雄也有耻目之时 2007年 68岁的千叶真一 在东京举行进学会 宣布退出艺能界 影台上少了这么一位国报级演员 也是令人感到可惜 虽然老爷子退休了 但人可没闲着呀 57岁的千叶真一 在与妻子离婚两年后 便娶了一个28岁的歌舞伎 还生了两个非常帅气的儿子 星田真剑佑 与真容田香敦 两人也都是演员 在日本人气非常高 星田真剑佑 还曾一举夺得日本顶级帅哥 套库榜第一名 本来以为这对老少恋能够长长久久 但婚姻在维持近20年后 已经76岁的千叶真一 又迷上了一个22岁女大学生 两人足足相差54岁 还多次被拍到一同出入别墅 千叶真一也毫不避讳 坦言和老婆已经分居多年 并且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前大爷还真是然老心不老 可在2018年两人因为一些小矛盾选择分手 之后这位小女友很快就和另一个男人结婚 其实这也是大家所能预料到的 毕竟年龄差距过于悬殊 女孩有其他的选择也在所难免 然而过了半年 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 这个小女友突然离婚 重新回到了千叶真一的怀抱 这样的剧情过于狗血 怕是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如今两人感情稳定 还是希望这段恋情能够美满幸福 从出道到现在 千叶真一一共拍摄了 1500部影视作品 真正的拼命三郎也不过如此了 丰富多彩的人生际遇 让她在影视道路上一一生辉 最后也希望她在冒蝶之年 幸福快乐度过晚年生活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明星人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